為了怕八字流出去 所以你給你一個假的八字 這種呢 其實我們在命理學上面 我們有一個方法 嗨大家好 我是趙怡王小帆 我是大根 老師我今天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出生時間 那我要怎麼算命 還有我們常常在排盤軟體上面 會看到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它跟所謂的鐘錶的時間 又有什麼差異 那還有一些像是 夏日的節約時間 那我們到底要以哪一個時間為主 來排我們的命盤 一般傳統命義 會分為三一命相簿 三有人講說是風水 可是像我的認知 它其實所謂三一命相簿 它事實上是一個 一連串的一整個概念 在古代呢 這群是同一群的人 所以這三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人要到三裡面去修行 那修行的過程中間呢 它必須要證明自己 那個修行得很好對不對 怎麼證明 活得很久 你只有四十歲 但是我有八十歲 然後就覺得說 哇 這個人很厲害對不對 才有修行 然後這就是醫 所以為什麼中醫叫做預防醫學 中醫的重點是預防醫學 就是因為這樣子 它是醫 醫的過程中間呢 它是不是最好就是 可以先知道說 你會生什麼病 我就可以先預防 那因為等到真的出事了 被驗出來癌症第四期 那已經來不棄了 最好是先預防嘛對不對 預防的過程是不是一種預測 發展到極致就變成命理學 哦 在這個命理學的觀念裡面呢 它就會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知道說 如果是那個做這樣子彎彎的啊 這邊彎彎的啊 就說這個很不正經 這個東西就可以發現說 你如果這邊做彎彎的 那邊做彎彎的呢 脊椎不好 脊椎不好 對 女生 骨盆腔前頸或後勤 然後子宮就不好 有復刻問題 這樣是不是就預測了 就是相學的由來 不管是面相或是手相 相學的由來 但是呢會有個情況 這些東西都繞在人身上對不對 最後一個叫做占卜 在命理學上面呢 有兩個比較大的主要的結構 一個是透過天地之內的變化 知道說中秋節過後天氣會變冷 你如果把這個消息 去跟一個原始人說 他就會覺得你是神仙 其實你只是因為 你已經知道這個循環 對 因為它每次都會這樣子嘛 你就等於是預測 你是把每年會發生的事情講出來的 另外一個叫做天靈感應論 眼皮會跳 會可能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個東西發展成什麼 拔筊啦 抽籤啦 然後再踩到狗大便 啊這樣也可以喔 對早期就是這樣子 慢慢慢慢會統計成一套學說出來 這個學說統計出來之後呢 叫做很重要的一本書叫 印經 所謂的出生時間啊 我們要把它想成說 古人呢 他用了一個龐大的統計數據 知道說 對 什麼樣的人呢 會有什麼樣的特質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一種分類 對 你如果出生的年月日時 四種都有 嗯 你是不是就分得比較細 基本上像你剛剛問到的說 那個出生的時候 其實以現在來講啊 你只要一出生 醫院就要幫你趕快把那個時間寫下來 對啊 然後就會放在護肌機關那邊 這一定查得到 在早期一點的人呢 會有所謂的 為了怕八字流出去 所以你會給你一個假的八字 這種呢 其實我們在命理學上面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 可以利用你這輩子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某一些條件 推論出你應該是什麼樣的運盤出來 一般我們會談說 像紫維抖數啊 會談說 這個是從占星學來的 嗯 占星學的觀念呢 又會覺得說 那是因為天體的運行去影響人 所以呢 我們會知道說 當天體在天空中不滿到什麼情況的時候 對 那這個人應該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用那個時間去推算上面的天體 然後再倒推回來的應該是什麼樣子 抖數差不多在宋代的時候啊 它其實跟易經做結合 對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三一命相簿 簿的最後一個呢 是天人感應論 也就是說 我跟天體之間的萬物呢 都有一絲絲一縷縷的一點點關係存在 所以我會知道 我狗大便踩下去的 下一秒我會撿到黃金 黃金跟狗大便跟我的腳 有一絲絲一縷連在一起 這就是所謂天人感應論 當占星學呢 跟易經呢 結合在一起變成紫微斗數的時候 對 透過易經的這種掛像的概念 嗯 去解決掉占星學上面 必須去論斷經緯度的問題 嗯 易經也透過占星學的一個理論呢 去解決掉有一些東西 大家講起來不清不楚的部分 對 然後去整合起來變成紫微斗數 嗯 所以當我們現在在看紫微斗數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對 其實啊 會變成是 你有了準確的生成八字 嗯 那你就會很完整的數據 嗯 那如果沒有呢 我們會把每一張盤啊 蓋想成 你一出生的時候就抽了一支籤出來 嗯 那這支很大的籤 然後去做命理解釋 嗯 那既然可以這樣做解釋 是不是就表示說啊 其實它真正的重點啊 是那支籤 對 它就不是那個天體運行的那個概念 它要談的是一個 全部的人共同認知的事情 這種共同意識下認知的事情呢 譬如說 我們覺得圓形是可愛的 對 圓它就會是一個大家共同認知可愛的東西 嗯 我們覺得紅色呢是熱情的 對 你不會有人說 欸 紅色這個顏色表示冷漠 所以它就這個大家共同認知的事情 那這個是所謂的天人感人跟詹掛他們背後的理論基礎 這樣子的結構之下呢 我們其實再回頭來看 抖數這個年月日的事情呢 對 它其實啊就會變成是 我們覺得現在是七點 那它就是七點 像你剛剛提到那個 是不是需要去顧忌下令時間 你住的地方 它有下令時間調整 對 調整出來的時候是幾點 那它基本上就是幾點 譬如說台灣跟日本 嗯 是因為時區不同 時差 有時差 所以你就不用說那個台灣時間換成日本的時間 不用 你日本出生就用日本的時間 就當地的那個時間為主 那真太陽時間到底是什麼啊 真太陽時指的是說 地球運行太陽的時候 太陽照射在地球上的時間 嗯 我們是利用這個把地球分出晶圍度的 那這個時間會用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時間會用在啊 兩個奇怪的國家 嗯 一個叫馬來西亞 一個叫中國 為什麼 中國事實際上有三個半的時區 嗯 可是呢 全部都用北京的時間 但這個會有個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必須要是個大家共同的觀念 是 跟共同的認同 是 可是問題是 北京的時間跟西藏的時間就不一樣 跟特別是啊 在新疆啊 對 既用的不是北京時間 也不是用真太陽師 就新疆時間啊 對有新疆時間 新疆維吾爾人 新疆有新疆時間 他們有自己的時間喔 對 所以你要讓他們維吾爾人用了自己的時間 才算數喔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算一個維吾爾族人的命盤 你就是問他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喔我那時候是幾點幾分 他們用的就是新疆時間 對對對 他自己的時間 維吾爾人自己的時間 了解 因為我新疆的漢人也不用那個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他們自己認同啊 嗯 我們自己之間認定 我覺得這個才是 嗯 那因為你自己認定的事情 他會跟你的命盤有對應 嗯哼 對啊 好那唯一有一點點差異一點的就是說 呃 如果那個時間很靠近的話 對 我們通常會把靠近時間的兩張盤 拿來對一下 哪個比較像 喔 取向的那一個 對這樣子 基本上一個盤就會很精準 好了解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嗯 掰掰 掰掰